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We got inside We got out there for you 快餐对健康有害我们知道 但不容否认的这些油腻的食物很诱人 提到美国连锁快餐店好坏 评价标准之一是薯条 哪一家好吃意是老美争论焦点 这一集我们披露Far and Wide的薯条排名 看你是否认同该网站打的分数 麦当劳在专家眼中排名不高 但他们家炸薯条却是人们最熟悉的味道 也许算不上美味 而且变凉后难以下咽 但论及薯条还是可列榜中 In-N-Out Burger尽管只在全美七周贩售 但有非常忠诚的顾客群 他们会告诉你 这家连锁店的都是新鲜美味 虽然薯条味道相当平淡 专家说几乎永远感觉不到香脆 美番茄酱总是毫无滋味 The Curly Fries比薯条好吃 但专家评价像是一个礼拜前的油锅炸出来的味道 Wendy Best薯条不出色 但还不会让人反感 如果你晚上想找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吃薯条 只有这家比较像样 这个排名可能会惹恼一些人 民间有不少赞美声音 是给了的薯条 但是Foreign Y的观点是太咸 不值得高评价 那Foreign Y觉得还不错的薯条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有趣的是网站推荐肯德基薯条 因为它们烹煮时 使用让人喜爱的炸鸡 秘方掉味料在里面 在其他连锁店提供炎味薯条之际 肯德基家的薯条绝对是一个惊喜 跟肯德基一样 PO的薯条也因为炸鸡脱颖而出 实际上你会发现网路上很多人讨论配方 还有人声称能复制这食谱 最后一款推荐的薯条是在Five Guys 专家说法是远不及真正的美式餐厅质量 但薯条令人印象深刻 据称它们的薯条是新鲜制作 且用五胆固醇有所烹制 专家们倾向于相信说法 因为味道 脆度确实优于其他快餐对手 其实美国薯条有分很多很多种薯碗 那每家单它们的口味也不太一样 那像麦当劳有它们吃的口味啊 还是N&L它们也不一样 这家单它是比较size呢 就是中等的吧 那个大的size 它其实比较是外酥内比较绵密一点的口感 那如果是你想要试的话就来试试看 它外面是有一些也沾过一些盐 所以已经有咸味了 我是一直都很喜欢吃番茄酱的 所以我试一定要吃番茄酱 有些人可能也不需要番茄酱就会够咸 那但是重点是你来这家的话 薯条上手赶快吃热的时候 你才吃得到它的那个外面脆脆酥酥的感觉 冷掉的话就会比较有受影响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谢谢拜拜 拜拜